屋里边26度 穿个裤子吧 开点窗户 穿点裤子 全军出击 26度5 他们家的上路是个啥 阿卡利吧 阿卡利上路 开点窗户 穿点裤子 这样的就不会冷 也不会夜了 挺好 跑了 狗位 引了一个口 很重要啊 这个引口 出了个什么玩意儿呢 出了个小戒指 二级 我们就学个抠吧 把兵先卡住啊 就卡在塔前 先插个眼儿去 一我一下 学个打不能 什么打眼 堂堂打眼 行 一我夜 唉 这个真的好烦啊 这个 这紫吱这个东西 胎囊去中了 我们现在一扣他一定是开烟雾弹,然后我们直接跑 上来嘞 这都不上来,我没想到啊,这躲技能了都不上来啊 不过也确实他不能上来 他这边赶上来他就死了 算了 干嘛呀 干嘛 呵呵 我有两个小饼干,你有吗 你没有吧 你以为我没有蓝小伙子 铁刺鞭了 来个铁刺鞭 再让你们看看我的鞭 来一个小皮鞭 来一个小皮鞭 嗯 马上升六 他没闪现吧 他有闪没有 我忘了他有没有闪现 小伙子不知道生了吧 小伙子不知道生了吧 有是吧 铁刺鞭一除 推线我们也能推 杀银也比较的快 现在的猴子只能出可血战斧 别的呀都不太好用 就出可血战斧就行了 嗯 先来个八百 饼干一卖 来个小药瓶 OK 换个扫描 三项不行 没有用 如果三项 后面再加一个就是 移动 加移动速度 那么三项可以用 如果三项不加移动速度 没有用 因为他回不了血 你明白吗 你身为一个战士 你得能回血 你不能回血 你就人家进去 你就一会儿就死 那肯定是不行 你得有持续作战的能力 而且减西地太慢了不行 如果你出可血战斧 到后期有100点激增激速 就是50%的冷却所见 50% 我能直接秒他 大意一波 以为我们秒不了他 其实不然 他以为刚才这一波 最后一个小兵 我不杀他知道吧 螳螂在总路 那没有关系 星石也不行 星石没有冷却 没跟你说吗 你都跟不上节奏 你110秒一个大 我跟你说 你出完星石 咦 给我双刹了吧 这个勾怎么能反扰到我了 我都扫描了 哎呀 我可血战斧了 八分钟可血战斧 有这么快嗎 是不是潜感就给的多了呀 这怎么出装没出的这么快呢 不能一起出三项跟可血战斧 神话只能出一个 要你出俩你不估计了吗 这神话的被动都很八个的 每个神话都很都很厉害的 我觉得可血战斧应该加点移动速度 都可血战斧 跟我拉扯 你玩什么呢 跟我拉扯 我拉死你 我要你慌张 我拉扯 青石比较适合 就是不需要技能减息力的英雄 比如说 杰斯 杰斯就比较好 等个点炎吧 等个点炎能稳定啥 他不一定能等得到了这边 我估计得下边才能等 可血战斧 没打着 好 他把烟叼了 感觉还是打不出啊这边 差点意思 吃狗屎的 下边得上了 加 Chinese 现在我们 commissioning 煞在这边 扣索的 在这个卷 这边这边的 cared防哭啊 小伙子,不對,小妹妹 這輩阿卡利很有可能要來殺我們啊 他可能很想過來殺我們 直接一手可血戰斧,先W走來,讓他過來等他在這裡 來,跑了你怎麼,跑啥呀 這就,這就不對勁了啊,可血戰斧 這交人,哎呀,阿卡利值錢了,可以啊 一個滿血都打不兩管血,還得兩個人過來打 這把可以先出死亡證 鐵板斜 鐵板斜 這個東西好像有點噁心啊,這炸血P你 給個紅啊 你找阿卡利去了,你自己找去吧 我們過來殺個得來文看看啊 一拖阿,換血來,偷家這段可血戰斧 死了 怎麼這麼用 不應該呀,怎麼這麼用呢 這得來文是防禦天賦嗎 怎麼用成這個樣子的人呢 其實我剛才有點失誤了,你知道嗎 我應該R取消趕緊,趕緊放Q的 我心,我就是小貪了一招,你知道嗎 我心,我在吸那麼一小滴血 我看見垂石那個Q出手了,我應該直接把他殺了 殺慢了有點 這屬於小小的操作失誤 老螳螂有點東西 等一會兒吧 十秒鐘有大,稍等 這螳螂是不是在右邊呢,掃一下啊 可以 死的好快呀 哎,這AD看見我來直接走了 行兄弟 啊 我已經不用我了,我感覺 我們就擔戴就可以了 先把下路塔給帶了 中路咱就不去了 看你們這打的有來有回的,挺好 走去一趟中路,看看幾個人啊 過來找我來了 我知道過來找我,沒有關係 咱直接跳下來 咱直接跳下來 等路先印上來啊 這為什麼,哎,哎,哎,回來 我靠 嚇死我了 怎麼都死了 左邊有沒有眼啊 應該是有 看見我了 算了 不上了 回家了 死亡之五出來了 十幾分鐘兩件還不錯啊 這把 這把的發育還是可以的 只不過沒的螳螂換 哎,這怎麼這麼卡 哎呦兄弟怎麼這回 這回不丟包直接卡掉了 這回 這堂囊的虛區有點嚇人呢 這堂囊的虛區有點嚇人呢 肯定嚇人了啊 來,打個峽谷 一瞅著左邊就是有眼 把他左邊眼排了 打個峽谷先鋒 打個峽谷先鋒 你這得拿資源你知道嗎 我感覺現在這個版本就什麼都能玩 不會再說出現那種就是 這個版本特別狠 或者是版本特別弱的英雄 或者是版本特別弱的英雄 追對 死光了 死光了沒關係 這波我有死亡之舞 可以試試看啊 我們直接正面來 看一眼能不能打 可以打 阿卡利沒技能 可以打 跑 你也有份 你也有份 可以啊戰斧 打大龍吧 或者直接上高地也可以 直接上高地吧 直接上高地吧 峽谷先鋒 直接拿了不上高地 把他隨時殺了 沒事啊我們有死亡之舞 不用害怕 拿下 我們不用殺很多的人 只需要一般的節奏 搞地一調 遊戲節奏 別打了回家了差不多 下一點兒裝備 像這把可以出春歌 整個小苗錶 可以打大龍啊 來 玩不夠怎麼辦 不可能不夠 你打完一波团战 那蓝不够,打蓝半会呗 你怎么这么敢进呢?我发现这垂石 啊? 这什么大小伙子 追他,我来了,你别让他杀了就行 别死了就行 我确实挺难受的 你狂风之力呢 太弱了,太弱了 IDC还是不行啊 这都能杀得了你 你啊 整个九头蛇吧 还人的吗?挂机了 老大龙啊 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 开老师 现在的村哥挺好看的 长了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六边形 自从第一把第二把我遇到那两个卡八个人的瞎子以外啊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了 修复了吗这是 打大龙吗我就猜上场 渴血战斧 往哪走小伙子 给我刮杀吧你 哟 我发现啊现在啊 你不出重伤是真不太行 渴血战斧你还有伤害吗小伙子 这个拆没了吧又开始换家 对就换 换家来 上把也是 上把也跟我们换家 这把还换家 这直接就直接推平德了还跟他换什么玩意 好跳 吸血提亚马特 打的红了 一分都是全是啊 那 那你就别打了呗那你就看会儿直播呗非得打打游戏 是猴哥不好看了还是怎么回事 哟你们要打大龙 我就这样看着你们在那打大龙 就这样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移 哦 我的baby 嗨他们打大龙 都给你杀了 我射了 我们打 我们打 闪现创墙我是没讲到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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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可血战斧能不能触发提亚马特 不可以 提亚马特无法被技能触发 九斗蛇可以 他九斗蛇必须得来一个我跟你们说 这玩呢有没有真是不一样 他家全能吸血 所有技能都能吸血 尤其是这种以前的出死亡之舞的英雄 像什么武器大师之拉这种的 必须得配个这玩意儿了 基本上我们的完整出装 完整的装备 也就是 哎黑切我好像没怎么处啊 这 我今天一天没出过黑切 把这个换黑切把这个换谢 就行了 九斗蛇 你觉得他们没啥护甲不用剪甲 我感觉他们没啥护甲 我就没怎么乐意用出黑切 我感觉他们没啥护甲 感谢观看